现在每天早上在台东关山路野一带 你抬头仰望天空 总是能够发现美丽的热气球出现在上空 而每天能不能够顺利的飞行热气球 更考验飞行员的专业以及经验 7月31号当天因为风速问题 飞行员得要判断要高飞或者是低行 而为了让报名搭乘热气球自由飞行的游客 能够欣赏到台东的美景 驾驶一号热气球的邱胜傅 可是拿出他的专业以及驾驶经验 今天早上分为两个部分做飞行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一刚开始的航向就是往南飞 但是它的飞行行度就是偏到东边 那我们有尝试再做一个高度拉起来调整角度 但是因为风向还是没有办法做改变 所以我们尝试就是往北飞 所以行程就是一号二号曲的方向各有不同 那在北风往前走之后 但是有一个角度就是回到了大概40到60度 那这个角度是会往海岸山脉飞行 那我们大概进行飞行了将近30分钟之后就开始寻找降落点 那第一次的降落因为比较接近山边 那山边那边又变成一个无风的状态 所以为了安全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次的降落 那做完第一次降落之后 第一次的人就协助把热血球先拉开一个距离 第一趟飞行很顺利 虽然因为风向把球体带到了接近海岸山脉 但是控制得宜也让乘客是大呼过瘾 安全健康 很特别的经验啦 能够飞上高空然后看浏览这一切很漂亮 我觉得真的很美很peaceful 虽然到后来有点紧张 还有风也往那边吹 一想我是不是要到太平洋去了 不过哎呀 这是人生第一次的经验 这样非常好 所以在天空上就是看到台中的美景 感觉怎么样 台中美景 觉得这是人间净土 特别从上面看 真的就是好像与世无争 然后很祥和的 然后看到那个农田 然后像 好像奇坛式 就好像书上写的都在这里呈现了这样 另外第二趟飞行 刚好是一对来自台北的情侣 以及台东在地的邱小姐 虽然因为风速不好 只能在河床上高空飞行 不然就是低空沿着河床 虽然最后降落在膝床上 但是在搭配上地勤人员 奋力的将热气球拉开到田梗中 也算顺利完成此趟的飞行任务 乘客也大声的给飞行员 以及地勤人员一个赞 这辛苦的工作 却没有听过地勤人员喊泪 他们乐在其中 而这共同的梦想 就都只为了一个 就是热气球 不论是飞行员 乘客 地勤人员 甚至是追求一族 都因为这热气球相聚 也更深信 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选择搭乘热气球 看台东 认识台东 东台讯会发明 周恒如在关山镇的采访报报道 我在台东 梦想成功 耶